老师我们就来看看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了 好马上来看看下周10月14到10月20 下周各星座整体运势 我们来请来宾参考您的太阳上升还有观众朋友 如果有双榜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从两颗星到五颗星 首先要注意的是两颗星 我们母羊座的朋友 步步为营预防亏损 记得一步一脚印 因为可能接下来我们在年底 越靠近年底母羊座会遇到一些资金进出的问题 要小心 接下来两颗星还有双子座 可能工作也比较过劳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务要处理 所以开始要整顿生活 尤其是注意你的健康养生 再来两颗星 我们金牛座可以开始重新做规划的重新思考 开始看到怎么调整 你接下来你的职业发展 接下来是我们三颗星 我们双鱼座 我们的薛哥上升在双鱼 要注意的是说 如果能够获得肯定的话 会越来越去争取到你想要的这个奖金 其实下周的整体运势 其实说还算普遍还算还算不错 再来三颗星还有我们狮子座 我们薛哥的太阳狮子上榜 就是说三颗星这部分 譬如说你可能在鼻脸大上班 那如果你的态度和善有助沟通 就是说不管你是要小白脸还是不要脸 越是态度和善的话 可能在主管上市或是跟客户的沟通 会比较顺利 接下来三颗星 还有我们摩羯座的朋友 职场的挑战临危不乱 这个也是跟上市有沟通的一些问题 再来四颗星 太阳上升在巨蟹 散发自信魅力在你的舞台 在你的表现上 即将会发展出有你自己的风格 再来四颗星 我们恭喜还有处女座 在职场上这些触角的延伸 或者是你的生活 开始有一些跨界的发展 或者是可能有海外出差的机会 接下来四颗星 还有我们天蝎座 其实一直天蝎座的朋友 都是很默默在帮助别人的 那你的热心助人 越到年底也开始会获得一些反馈 接下来恭喜五颗星 我们天瓶座 天瓶也是到年底 越来越多的贵人运 然后财气也越来越旺盛 所以投资有利 再来五颗星 还有我们射手 唯一射手 人性果红 桃花来电 可能会遇到芒果公主之类的 跟你一起打拼事业 可以可以 好好吃芒果给五颗星 再来五颗星很需要芒果公主 来到我们水瓶座 我们恭喜获得提息 然后在职场上也可以展露头角 接下来我们加码大放送 财运最望 恭喜天瓶座 感情最望 恭喜射手座 再来工作最望 送给水瓶座 以上您有点大致的朋友 好 谢谢老师